最近有很多的自媒体呢 就是非常专注于啊 非常热心于探究中共现在的内斗的情况啊 也有一些人呢 写信来问我 我这样说吧 我用一个故事呢 来说明 这个中共内斗的实质 还有结果 我小的时候呢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 可以深刻揭示 在人性恶的前提下 一个所谓的利益集团的最终的结局 这故事是这样的啊 三个商人合伙 运送一批货物穿越丝绸之路上的沙漠 他们随身带的饮用水呢 就越来越少 可是依然呢看不见绿洲 于是呢 其中一个人就跟另一个人商量了 把第三个人杀了 这样呢 他们两个呢 就可以有足够的水 坚持到绿洲 第二个人说好 于是呢 就这样 趁第三个伙伴不防备呢 他们从背后捅死了他 后来过了一天还是没有走到绿洲 那个提议杀人 节省水的人呢 把第二个人也杀了 于是呢 他就带着两个人的水呢 继续往前走 最后呢 他还是没有走到绿洲 就在沙漠里面渴死了 在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中呢 柏拉图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口吻 跟学生讨论关于正义和幸福的话题 正义究竟是什么 一个国家到底要不要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 这个答案呢 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国家也好 还是一个人也好 必须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 只有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国家 才能够实现幸福 因为不正义的人之间呢 会相互斗争 自相残杀 自我分裂 最终呢 也干不成什么事 所以呢 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最终的结局呢 就像我上面讲的沙漠里的三个人一样 一个走到绿洲的人都没有 合伙杀人的帮凶 往往就是最快的下一个牺牲品 始作勇者呢 就是一个人独吞三份水 也不能走出沙漠 也最后要被秃鹫吃掉 中共现在的内斗呢 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 具体的细节呢 我根本不想去仔细看 按照我以前的预测呢 就是六月份的时候肯定会发生一件什么大事 有可能是政变军变 最后习近平呢 被被捉住也好 还是被什么也好 但是呢 迫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下呢 就是捉住了习近平 也还是要把他放了 因为现在呢 习近平的性命呢 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中国人的手里 习近平的性命呢 是在川普和普京的手里 就像当年西安事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 最终不能杀他的原因是因为斯大林爸爸放下话来 立刻释放蒋介石 所以呢 中共现在的内斗呢 我认为呢 没有必要深入探究啊 不过就是一个为时几年的啊 就像我以前说的 为时六年的 不断的积累败局 最后一起死的过程 全部铃环境的 质房子 一箭 画 Solomon 画面